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资源已经脱制了 我们现在是在负债生活中 因为地球的资源生产的 已经来不及人口的 这样的灰耗浪费 要维持人人的生活 实在是已经很吃紧了 我们要结约 学者也这么说 现在开始要救地球 缓和气候极端 唯有方法就是减少浪费 而且如数 这是多受性 少吃肉 这也都是学者的科学家的分析 应该呢 大家忍一时的短时间的可遇 可以维持人人的健康更健康 而且能节省地球的资源 调和这样的排碳 这么大的污染 那才能要减缓才能呢 汽或调和 要不然的话 真的是很令人担心啊 留给我们的孩子 一个干净的地球 好 china 看